玩具用品是陪伴很多人 走過成長歲月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而在新北市林口 有一家從民國五十二年 就開始經營的文具廠 第一代創辦人黃象遙 曾經開發出第一支黃感原子筆 當時在全台灣造成轟動 後來他們還做出了 台灣第一個八色橡皮擦 而第二代黃昏柱接放 正好就是台灣文具外銷 最暢旺的時刻 民國七十幾年 就曾創下年營收將近 八百萬美元的亮眼成績 相當於是新台幣三億多的產值 走過半世紀的文具廠 如今仍然大賺外匯 在歐美還有日本等三十個國家 都有合作客戶 三個太空人組成一隊 進行刺激的足球比賽 一技沉穩的飛踢 足球直接入網 輕鬆得分 這裡也有日常使用的小物 像是帶點香味的小牙刷 穿上就可以走的人字拖鞋 還有迷你的電腦和計算機 孩子最愛的玩具跑車 小小一台卻跑得飛快 車身流線的造型 做工偽妙微笑 非常精細 電腹傳統的想像 這些竟然都是可以擦拭的 橡皮擦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也是曾經在小孩子的時代 那時候當然喜歡一些可愛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常常在想 怎麼樣能夠讓小孩子也能夠喜歡這些東西 他買回去又可玩又可插 那就一舉兩則 搞不好是一舉速的也不一定 所以他是很想收集這些東西 八台大型機器就像變形金剛 佔據了工廠內的一個小角落 製作出來的橡皮擦五顏六色 這些機台都是從日本引進的 參考國外經驗再做技術變化 讓橡皮擦玩出了全新的創意 這個就是多色疫情壓出 那你要幾色就是幾台 那這個比較特別是因為這是八色的 我們可以做到十個顏色 那這個你看 這個就變成麻花了 經過一個裝置之後就可以變成麻花 宏吉一時的八色橡皮擦 是黃家在民國五十七年 創造出來的特色文具商品 而這位四十六年次的黃坤柱 則是這家老廠房的第二代陶吉 自從退伍後就不曾離開 那時候我六十九年回來 那這邊是這邊的林口廠 是七十四年完成的 所以那時候就造成一個 最巔峰的時候 七十五六年的時候 我們每年的營業額就很接近 八百多萬美金在那個時候 飛在新北林口的這間工廠 在台灣做文具已經超過半世紀了 橡皮擦的原料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這個原料是TPE 也是國產的 奇美 那我們用的是跟大陸不一樣 他們用的是TPR 我們用的是TPE 所以是更高一階 所以我們的品質是比大陸都還好 TPE又被稱作熱塑性彈性體 屬於類橡膠材質 結合了橡膠彈性與塑膠加工的條件 被廣泛運用於嬰兒 生活和醫療等產品 那個架橋的話就是油 加工油 所以我們沒有用可塑劑 這個例子是硬的 所以我們讓它這個要拌一段時間 讓它整個跟油融合以後 我們再加其他最後一個東西下去 那就是石粉 差不多啊 黃坤柱逗趣地說 製作橡皮擦原料的過程 就像在做手工麵線 為了做出大小一樣的細緻感 把顆粒的原料 還得再倒進另外一台機器粥 這個做法就跟大陸不同 就打碎到這麼細 沒有 所以他們是以大量來量來生產 我們是在注重在質上面 而且是這個品質會很均衣化 不會高高低低 將色粉倒進白色的原料裡 老師傅準備施展魔法 在滾筒裡翻轉360度的原料 不一回而全被染成了天空藍 這個東西的搭配 配方多少 就是大家都要去想說怎麼比例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開花 越好擦 雖然不是PPC 但是我的TPE的橡皮擦 那個消滯力是非常的高的 你們TPE的去滯力度 運用開放式的射出機台 填藍色的橡皮擦原料 被塑造成不同的形狀 熱呼呼現做的橡皮擦 得經過一長串的冷卻 才能夠成形 進行裁切 小小的廠房內 光是做橡皮擦的壓觸機 就多達了八十幾台 我們看到這個很直角 那表面都是光滑的 要很 就是人家講的說 這個是嬰兒的這個皮膚 要這樣子才是完整的 好品質的橡皮擦 監守在第一線 把關生產品質 皇家的文居事業 是從作比開始的 我以前 我小時候就開始 我爸爸就訓練我說 每個部門都要 至少半年到一年 你才會學到精髓 而不是看一看就懂了 不是這樣子 你每個機拍都操作過 都操作過 這個刻度都印起來 這個品質不錯 這台機台是台灣僅有 就直立式的 我們有四台的 日本的轉印機 用了三十年 還是保持得很好 都還可以使用 民國五十二年 第一代創辦人黃象瑤 在台北赤峰街的 小巷弄起家 當時他開發出 台灣第一款 經典的黃感原子筆 從此開啟了 黃家仁的文具事業版圖 那時候就是黃感原子 真的是很熱銷 之前是做內銷的起家 那時候是全省 就台灣整個島都是有銷售 可以講說我去過 三十五個國家跟地區 都是我親自跑 人家講說以前就是 拿著007 帶著樣品就這樣 環遊世界去推銷 我們自己的東西 想要請大家猜猜看 這個白色的橡皮擦 它重量多少 來 一二三 來 妹妹你先 十五喔 答對了 那答對了會有小禮物 來 這是小禮物喔 好 從製造業轉換到服務業 2019年開始 他們轉型成立了觀光工廠 負責帶領遊客導覽的 是八十一年次的兒子黃偉剛 會覺得說如果在台灣 如果不太了解我們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雖然我們都是做外銷 所以我想說能不能就是 我們把外銷這些東西 帶回來給台灣 那這種的話就是在製作過程中 然後再灑一些不同顏色的金 衝進去 我從小看我爸媽 他們基本上六日都沒有休息 就是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所以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長大了 然後我有一點能力 可以去幫忙他分擔這些壓力 現在每到假日 遊客就絡繹不絕 小朋友人手一指 小小的菜籃 目不轉睛的左看右看 進一條細選 開放式將近一百格的格子裡頭 裝的都是各種 不同造型的橡皮擦 黃坤柱和兒子 還一起設計了 各式各樣的DIY體驗活動 他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前輩 然後不管是製造業的東西 他服務的東西 因為他也去過太多國家 他會感受到那種遊客 然後服務的那種感覺 因為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上次有來過嗎 DIY又多出來很多新的 你們上次來幾月 去年什麼時候來的 去年的五月 DIY的這個 DIY又不一樣 對 不一樣 現在已經十種了 親切的和遊客寒暈 黃坤柱經營的是一份人情味 走過將近一夾子 歲月的老品牌 他要讓遊客看得到 也玩得到 從互動體驗出發 大賺觀光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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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